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题是做环保资源回收之后垃圾真的能够变黄金吗 而这个垃圾变黄金呢也就是资源回收再利用这个废弃家具 我们落实在生活当中的产业就是再生家具 您会愿意花钱购买来使用吗 这个相关的议题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 打电话CoinG来发表您的意见和我们现场的来宾一起做探讨 首先呢就会先为各位来各位观众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您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第一位是我们高雄市议员吴亦正吴亦元您好 阮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亦正 欢迎你吴亦元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树德科技大学生活产品设计系的助理教授陈何敬 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是同样也是高雄市议员张丰腾 张与元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前环保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张丰腾 谢谢张丰腾元哦因为在张丰腾元的任内呢也是大力推动这个废弃家具厂的这个幕后重要的一个推手 接下来这一位呢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是高雄市劳教中心的主任陈雪妮 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欢迎您陈主任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高雄市环保局的视察李小霞 李视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听说这一位李小霞这个视察呢他也是一位在局里面很著名的这个回收专家 大家稍后等一下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意见哦 那现在这个环保意识抬头 废弃家具的使用是不是能够符合现在的一个潮流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这些被报废的学校客桌椅被送到高雄市环保局回收木工厂 命运即将大改变 因为他们将会被重新拆装设计成为再生家具 跟二手家具不同的是被组装过后将以全新的面貌重新登场 在做两个门然后中间再给它做成板 这个就变成一个八尺的一个电视柜了 从书客来变成一个八尺电视柜 而且它的材料很好它几乎都是木星板 如果说以外面的市价来的话这个大概是八千多块 但是我们不会卖什么高我们大概卖到三千块左右 所以说会比外面价格还低 如果说民众来买的话他会觉得赚到了 将可用的部分拆解后重新组装 喷涂杀光后原本破旧的家具虽然称不上全新 但是原木材质的设计绝对是好看又实用 这位慧眼独具可以判定住家具是否可再生利用的 就是回收厂的班长 他大力推广再生家具的目的 是希望民众可以爱物习物减少树木的砍伐 木质家具对我们环保来讲是非常很重要的 因为它跟一般的铁的或是塑胶是不一样的 而且木质家具对人体非常有健康 如果说我们能够善加利用的话 像除了这个树木可以减少砍伐 我们不要再做新的这个材料 我们可以用旧的 让它也延长它的物命可以再利用 这样对整个地球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整个这个社会来讲也算是一种很节约 教师的客桌椅经过木工师傅的巧手改装 摇身一变成了明朝样式的桌椅 和各式大小形式的木凳 连健身板也出现在展示架上 大方的让民众试彩验货 虽然每个月两次的公开展售 可以卖出的再生家具有限 但是对于每一次有顾客上门 班长总是不厌其烦的为大家讲解 让再生家具除了环保 也更有教育的意义 港都新闻潘志光黄兰军 台访报导 所谓化腐朽维神集 废弃家具再生利用之后成为再生家具 那您觉得您会花钱来买这些家具 放在家里来使用吗 那有关于废弃家具的定义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现场来宾 首先我们是不是来请吴议员您来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我们对这个议题 会关心应该是说在千两年 我们到议会去各本哈根开气候变迁的会议 国际会议 那当然大家对这个CO2怎么减量 那你怎么产业怎么去调整 你又不要CO2高又要就业 然后又要生活品质好 其实这些很多跟我们生活结界相关 后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在街道走的时候 就我随便看一个桌子 一个椅子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design 可是一看台币六万块 不是什么艺术品 那我们就再去推论 他们的国民所得 他们的人口他们的资源 事实上也很 也并不是很好 可是他们国民所得可以四万块 北欧国家可以到四万块五万块六万块 那我们这一万块 然后他们又能够环保 国民所得又比我们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它环保 它用同样的一个材料 我们先不要姑且是旧的 今天就算新的木头 它一个木头 我经过它的设计 它可以把原来在台湾 可以卖三千块 它可以卖到六万块的东西 那你等于消耗地球 同样一棵树 它产生的价值 是不是30% 不是30% 不是30倍 你看是100倍 200倍 那我们觉得说 你怎么增加产值 增加就业 要说地球伤害又比较少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回到我们高雄 有一次我们去参观 我们的菜公路这个 这个巨大的回缩场 哇 这么好的设备 这么好的一个示范点 那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都还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基础 我们应该好好来 而且卖的也很便宜 那我说今天如果说 他们能够跟艺术家怎么结合 然后或者劳力能够适当的引进 让这些很多失业人口 那对这个木工有兴趣的 又有劳力 又有设计 那整个又是一个 就业人口增加 又是个产值 我想那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动作 最主要是他们已经做了 環保军做很好的基础 我们怎么去充分发挥 才邀请很多人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对 所以也就是上一次 这个吴议员召开 公听会主要的一个来源 那接下来 刚刚我们就要请教 这个陈老师 因为刚刚这个议员 有提到了一个重点 主要就是说 这个设计 其实也会影响到民众 对于这个废弃家具 再生家具的一个使用的 一个可能他们的决定 那学术界或者是国内 目前有没有这方面的专长 或者是老师来协助 来做这方面的设计 我们是不是来 请教陈老师的意见 OK 有关于这个木材的加工利用来讲的话 目前呢 国内呢比较著名的学校呢 包括有这个台大的森林系 中心的森林系 还有我们嘉一大学 还有屏东科技大学等等 这几所学校呢 他们都是以森林为一个出发点 那关于这个设计的部分呢 在国内呢 很多工业设计的科系学校呢 都有从事这方面的人才的培训 包括我们苏德科技大学 也有专门这一方面的 木质材料工艺的部分 来协助呢 培训相关的人员 那在去年呢 我们也曾经接了这个 屏东林区管理处的一个 那个漂流木的 木质生活产品培训计划 也培训了高屏地区呢 三十几位的 这个有兴趣的学员呢 来从事这个 木质材料的这个 加工设计的课程 所以呢 这个培训的人产呢 应该算是蛮多的 连屏东科技大学呢 他们去年呢 同样也培训了三十位的学员 是 谢谢陈老师 我们现在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我们先来接听这个 住在前镇区 徐先生您的call in 徐先生您好 是 抱歉 徐先生请您稍后再call in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 张议员 因为呢 在张议员在任职我们的 高雄环保局的时候呢 也是大力的来推动 这个所谓的废弃家具 废弃家具厂的这个成立 那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呢 议员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要来推动呢 其实以前在我们高雄市 那个一般有很多不要的家具 那个家具可能只坏了一点点 或者是已经那个已经是 不是你喜欢的 然后呢就会常常是就丢掉 那丢出来他通常也找我们 环保局去把它就是把它运走 那运走就我们大部分以前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我们就是运到缝化厂 那缝化厂有一个这个巨大垃圾的破碎 就把它压碎了之后就进到缝化厂 那时候在看 这实在是非常可惜 第一个那么好的木头 去当成燃料 然后你以后做家具 你还要再砍一树 所以那时候就有开始在想说 怎么样是把这能够回缩 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利用 那可是后来我们也去参观 然后去看了很多很多其他县市 包括台中市台南市 但是大部分呢 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修复 然后呢然后再来做卖 就是在贩卖 那问题是说简单的修复 可能有很多东西会变成是没办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没办法完全修复 所以我那时候就要求说 你们可不会去把它整个的 变成一个很完整的木工厂 我希望变成是这个做细木的 木工的这个一个 一个梦幻的工厂 然后呢任何的一个家具 如果它坏掉某一个部分 它都能够修复 而甚至是说 甚至都可以把它拆解 重新再做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的话变成是这个家具回收 变成是创造了很多可能性 是同时也是为我们的资源回收 为我们的地球尽了一份心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接通call in电话 这就是在前证区的蔡小姐 蔡小姐您好 有听到吗 您好 是 关于这个废弃家具 您用你的意见要来发表吗 我认为我愿意使用 对 因为基于此期的精神来讲 其实我真的很愿意使用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以前的木材 跟现在的木材是绝然不同的 你可以发现到很好的木材 然后你如果说这样就把它浪费掉了 真的是很可惜 而且会发现到以前的工 跟现在的工也都不一样 是 是 谢谢蔡小姐 所以我们第一通call in进来的观众朋友 他的意见是秉持正面肯定的 他说如果说这个废弃家具的话 他是非常乐于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在我们官方的部分 因为通常我们在推行一项政策 包含这个废弃家具 再生家具的这个部分呢 官方通常也是要带头来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教 我们老郊生活中心的主任天主任 目前好像在我们老郊中心这里 也是有使用再生家具的这个部分吗 对 其实我们这边有几个做法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就是说到我们劳工局 我们有个劳工博物馆 其实在博二艺术特区里面 那如果你最近进去看 你会发现 我们全部的展示设备 展示用品 那些吉他 其实全部都是废料 废幕料 而且是成品 半成品 甚至是发霉的成品 其实我们想要显现的是说 其实废幕料不是只是实用这件事情 其实他在视觉创作上面 他其实是可以引导的部分 其实非常深刻 那另外其实我们有一个区块 其实比较针对于我们的住房 因为我们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有 如果包含澄清湖跟施甲两边加起来 快要200间 将近200间的住房 那这里面其实我就会说 它叫宿地 宿地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种叫做宿地 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很简单 就只有床铺 就只有厨子 再加一个梳妆台 很朴素的一个 很朴素 我们就称为宿地 那其实我们试过 试了几种方式 就是说 OK 宿地它可以怎么使用 同样的 宿地的使用它很简单 它只要加上壁面 然后它加上一些简单的布置 这是一种宿地的方式 那我还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说 它一样是一个旧的柜子 这个柜子也是再生家具吗 这个柜子 其实已经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那其实如果以现在的饭店的状况 其实早就被打掉了 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做色料 直接做 其实也不画什么图样 就是用颜色 那所以说 其实包含 因为我们中心说真的 时间有点久 那我们就会怎么做处理 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家具 办公桌椅 通通用这种方式来做处理 那个我可能稍稍要找一下 我们处理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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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